2018年7月26日,水泥对于某些人的影响,或许不是很大,他们只会觉得有点没精神而已,但是对于生活却是没有任何的影响或阻碍, 而十二星座中的这些人,却会被很大的影响到,可能是自己生活中的,也有可能是自己事业上的,白羊座,学业不佳,2018年7月26日水泥,白羊座在学习上会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,原本轻易能够解答出来的问题,他们就会一边思考,一边走神,很难集中,所以一旦遇上考试, 那么白羊座的成绩,将会大跌所有人的眼镜,因为这会是他们历史上考试考得最为糟糕的一次,狮子座,容易破财狮子座 在乎所买的东西多少钱,因为这个期间的他们会把钱这种事看得很淡,天秤座,人际关系处理不当,2018年7月26日,水泥,对于天秤座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,主要是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,他们会容易跟别人产生争执, 原本天秤座好不容易维护起来的人际关系,会在水泥期间,被他们给破坏的彻彻底底的,这样一旦水泥期过了,天秤座想要重新挽回维护,都不可能的了,水瓶座 工作出错,2018年7月26日,水泥对水瓶座最大的影响就是在工作上,原本他们是思维比较敏捷的一个人,总是能够很好的帮领导排游解难的,但是在水泥期,水瓶座的脑袋就像是生锈了一样,完全转不动了,这个时候的他们还会出现很大的错误,让领导对他们特别的失望